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专门关注的科技界的各类资讯和消息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频道 继续来关注中国对抗新冠疫情中的医学界代表人物张文宏医生的近况 当地时间的8月18日晚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更新了微博用1000多字回顾了最近几天的个人工作 以及对当前疫情的看法 不过对于博士学位论文被举报抄袭一事 张文宏完全没有任何回应 当地时间的8月14日 有网友举报张文宏在复旦大学就读博士期间论文抄袭 黄海南教授1998年发表的一文 存在大量重合字数约3000字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回应称 学校已启动调查核实 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看来张文宏并未受到举报的干扰 他的工作仍是紧张有序的进行 张文宏在签字的贴文中指出 在大流行时代 我们还是会经常面临输入或者本土病例的挑战 出现一例或几例的病例并不奇怪 但是只要抗议常态化与专业化之后 我们还是有希望过上正常的日子 继续来到下条消息 媒体Intercept原因知情人士的话称 塔利班目前已经扣押了驻阿美军使用的生物识别设备 有人担心此前曾为美国政府工作并协助过联军的阿富汗国民 会因此而遭到新政府的打击报复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在塔利班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发时 这些名为HIDE的手持式机构间身份验证设备已于上周被塔利班扣押 在本周二有报道称 设备上存储了包括红膜 指纹照片在内的信息 并可用于访问广泛的集中式数据库 因为美军承包商在接受媒体Intercept采访时称 在每日例行的除暴检查和情报搜集工作期间 他们每天都需要面对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展开身份验证 而这款HIDE生物ID识别工具就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在长达数十年的反恐作战中 美军已经证明这些设备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 比如在2011年的突袭本拉登行动期间 HIDE身份识别设备就帮助行动小组 在巴基斯坦的某座院落内确定了本拉登的身份 但根据NPR清早报道所述 HIDE也被用于收集阿富汗80%的人口 总计约2500万的生物识别信息 国际救援委员会称 在过去20年时间里有超过30万 阿富汗平民被卷入了与美军有关的行动 迫于美军在阿富汗大撤离所引发的混乱 约有2000名阿富汗人同美国人一起撤离到了美国 同时据说还有数千人因缺乏赴美所需的特殊移民签证 而陷入长达数年的困顿 继续来关注苹果公司的最新消息 可能还有一个月我们就要和新的iPhone 13见面了 但在iPhone 13手机之外 苹果还有其他的重要产品 一段时间以来 苹果公司一直在寻求增加其供应链的地理多样性 将他们的产品耳机AirPods系列的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市苹果公司一个重要步骤 根据报道 一年多之前 苹果就开始在越南市生产普通的AirPods 去年12月有报道称 苹果的AirPods供应商正在寻求融资以扩大生产 最初这些计划还包括即将推出的AirPods 3 但这些计划已经改变 根据日经亚洲的一份新报告 由于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生产中断 苹果不得不开始在中国 而不是越南大规模生产第三代的AirPods 但根据两位熟悉情况的人表示 该公司仍希望以后能将大约20%的新AirPods生产转移到越南 报道称 由于中国和越南的边境管制措施更加严格 苹果将部分的苹果电脑和iPad的生产转移到了越南的计划也被搁置 这导致了工程资源的缺乏和供应链的不完整 据说问题之一是需要所谓的制造业向导过程 即公司和供应商需要配合共同开发和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 由于缺乏能够从事AirPods 3和其他新设备工作的工程师 目前这在越南尤其难以推进 欢迎来到胡尔街科技的全新子栏目 就是胡尔街科技排行榜 在新冠疫情仍然在肆虐的当下 很多人发现想要维持或者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华尔街科技编辑室的各位同人们想出了这么一个构思 那就是为大家去网罗各种各样和科技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物件或者是虚拟的物件 那么大制汽车飞机或者是小制手机 甚至是你的各类的数码穿戴设备 我们都会为大家去找出那些最好用最实用的东西 今天华尔街科技排行榜 同大家分享全球生活压力最小的城市或郡县 以及全美生活压力最小最大的地方 今天的视频内容参考自德国从事CBD业务的公司卫 以及个人理财网站钱包中心WalletHub 德国的这家叫做魏的公司对世界上500多个城市做了考核 最后挑选了其中100个城市做了一个压力值排名 魏的调查主要基于一系列系统和环境因素得出这一结论 这个排名的考核标准主要有四个大方面 即城市治理 城市本身情况 经济和市民健康 城市治理主要包括从城市的安全系书 社会政治 性别和民族平等 而城市本身情况主要考察的是人口密度 交通 气候 以及空气噪音和灯光污染 经济主要包含失业率 经济压力和社会保障三个角度 而城市的市民健康主要关注的是市民心理健康 获得医疗保险的途径和新冠带给人们的影响 根据这些繁多的标准 最后选出的十座压力最小的城市是以下几个 第一名是冰岛的雷克·亚维克 第二名是瑞士的博尔尼 第三名是芬兰的赫尔辛基 第四名是新西兰的惠林顿 第五名是澳大利亚的沃尔本 第六名是挪威的奥斯路 第七名是丹麦的哥本哈根 第八名是奥地利的英斯布鲁克 第九名是德国的汉诺威 第十名是奥地利的格拉茨 先说说榜首冰岛的雷克·亚维克 冰岛是许多人心目中最想去的国家之一 想去冰岛看极光 在这次的排名中 冰岛的首都雷克·亚维克被选为压力最小的城市 雷克·亚维克拥有一览无余的大海和绿色山丘的自然美景 同时也是著名的蓝色泄湖地热温泉的所在地 2021年3月冰岛还被评为了世界第二幸福国家 落后于自2018年以来连续四年夺冠的芬兰 在这样一座办公室望出去就是大海和雪山的城市生活 的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第二名是瑞士的布尔尼 它位于日内瓦与苏黎市之间正对着阿尔卑斯山 是一座保留着中式世纪风格的历史小城 在这里没有灯红酒绿 只有古老的教堂 喷泉 花园 是一座像在画里的城市 芬兰的首都哈尔辛基在100个城市中排名第三 芬兰在许多最适合居住的国家中都拔得头筹 慢节奏的芬兰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梦想之地 哈尔辛基有着全世界最好的公共交通系统 少污染的环境是喜欢慢节奏生活人的理想之地 而新西兰的首都惠林顿拿下了第四名 这里最为大家所知的可能就是它的风 随时随地的刮大风是名副其实的封城 但其实除了风大的特点 惠林顿还有顶好的咖啡和美味的啤酒 连续两年惠林顿在全球最宜居城市报告中 打败了苏黎世哥本哈根拿到第一 和前四座城市相比 澳大利亚的摩尔本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 他拿下了这个榜单的第五名 有着各种电影美食葡萄酒和艺术节 下班后去美丽的沙滩和风景如画的海岸线上 喝上一杯和压力说再见 综合这份榜单第六名到第十五名分别是 挪威的奥斯陆 丹麦的哥本哈根 奥地利的英斯布鲁克 德国的汉诺威 奥地利的格拉茨 英国的利物浦 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奥地利的维也纳 新西兰奥克兰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毫不意外 北欧的城市一如既往的居高位 欧洲国家的一些城市和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城市也在排名靠前的位置 人口密度小的北欧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良好的治安 污染很少的空气 美丽的景色都是北欧城市 与其他城市相比 压力指数小的原因 与快节奏的大都市相比 这些城市更加安静 生活也更慢 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 而一些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在这份榜单上的成绩就比较落后 属于生活压力较大的梯队 像是新加坡排名第33名 日本东京排名34名 韩国首尔排37名 法国巴黎排62名 英国伦敦排到了69名 美国纽约则排到了75名 没有一个亚洲城市寄生前25名 尽管如此 亚洲也有一些表现较好的城市 在居民心理健康这一项上 亚洲城市的表现较好 新加坡 雅加达 东京 首尔 河内和马尼拉都进入了前10名 台北拿下了第71名 香港拿下第74名 上海拿下第85名 而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并未上榜 看样子是没有进入前100名 蒙特利尔是全球第12名 全加拿大第一压力小的城市 而休斯顿是全球第25名 是全美国第一压力小的城市 蒙特利尔可算是这份榜单中 北美城市中生活压力最小的 而事实上 有着北美的巴黎之称的蒙特利尔 是加拿大的金融商业中心 和全国第二大城市 前段时间加拿大皇家银行和青年就业计划 共同评选了加拿大最适合年轻人工作的城市 根据11个不同的标准进行排名 包括良好的年轻人工作 城市经济 气候变化 生活成本 数字化程度 教育与培训 创业精神 平等与包容 创收 公共卫生 与公共交通 在这里 蒙特利尔在这份榜单中排名第五 而全球压力最大的都市 则是印度的蒙买城 榜单上压力最大的五个城市 分别是阿富汗的喀布尔 伊拉克的巴格达 印度的新德里 菲律宾的马尼拉 尼利亚 拉格斯 以及印度的蒙买 出品这份排名的公司 为的联合创始人 泽恩汉塞尔表示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挑出那些在某些方面落后的城市 而是要突出那些在改善居民福祉方面 出于领先地位的城市 他还表示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的结果 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晴雨表 让城市和市民重新评估他们的环境 并共同努力 发展成为更好的城市 2021年7月 个人理财网站 钱包中心 WalletHub 也整理出了全美城市生活压力排行榜 他们对182个城市 进行了调查 这些数据来自多个来源 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局 劳工统计局和WalletHub本身 从工作压力 财务压力 家庭压力 健康与安全压力 四个方面 共计41个指标 对各城市进行了比较 根据这份2021年7月的榜单 全美生活压力最大的城市 前10名分别为 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 马里兰州的巴尔蒂摩 新泽西州的纽瓦克 加州的圣贝纳底诺 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 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以及第10名 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这里前两名 克里夫兰和底特律 堪称难凶难地 在压力最大的城市之中 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以总分61.55分 位居榜首 根据调查 克里夫兰被列为 财务压力最高 贫困率第二高的城市 截至2018年 克里夫兰的家庭收入 中位数为29,08美元 在ValetHub的调查之中 该市还在与家庭健康 和安全相关的压力水平 最高的前五名之列 在美国年轻人的热门城市之中 纽约市的 在工作压力类别中排名第四 旧金山则以较低的财务压力 和健康和安全压力 排在第153位 喜欢在喧嚣的大都市 还是在安静的小城市里生活 对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 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